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新香 我是小元 那今天呢我们借这个机会 向大家汇报一下 也分享一下最近一些事情啊 那么今天呢是6月4日 其实在推特上面是特别红火的一个话题 就是六四 33周年 那么在国内的社交媒体基本上是三光了 就算用各种变通的方式去发 基本上也会被三光了 那么就是在国内是不能够讨论这个话题的 那么现在这个六四这个事情就是33年 为什么到现在会在海外的就是不管是政府啊 媒体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呢 就是主要一个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个国际形势是变得更加 可以说是变得更加坏了 那么中美关系啊也就是非常的恶化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六四跟现在这个中国找到这一步有没有别人的连续呢 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说是肯定的 因为如果当时六四就是政府不增压 那么现在中国可以说是可能是一个民主化的一个国家 但是当时镇压了之后 中国就走上了 虽然说是有一段时间经济进行改革 但是呢政治没有改革 政治没改革之后最后还是拖累了经济啊 所以呢这个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在 都在这个反思这个六四的这个事件 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文章在 不管是像美国之音啊还有自由亚洲电台 都在都在挖啊 就是当初六四之前 为什么邓小平会向您开枪 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当时邓小平不是那个 并不是政治局常委 然后呢当时政治局常委有五个人 每一个常委是可以决定做做做什么事情的 但是呢最后呢还是邓小平说了算啊 所以呢这个事情 最终呢酿成这么大事件 就是虽然说六四之后中国的经济 特别是92年 邓小平南巡之后 就是经济进行改革之后 有了长足的进展 但是近期 一直到现在就是 中美贸易战之前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这几年随着疫情啊 然后还有其他的因素 就是包括香港啊 然后还有新疆啊 还有其他的原因啊 当然疫情处理啊什么东西 都是中国的国际环境 就是是越来越差距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们其实不能够说 如果因为这个就是假设性的一个一个 就基本上是不能够成立的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还是 还是假设如果就是说那个六四不发生了吗 就是不镇压 当时如果那种中国能够就是政治 政治业改革啊 就是就是放弃四个四个坚持 对吧 当时什么什么共产党领导啊 社会主义什么制度啊 什么关系 那四个基本原则 对吧 然后如果这个放弃的话 那么中国可能是慢慢的走上 走上一个民主社会 那么这个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乱着陆了 那么之后其实江泽民当总处记的时候 也是有机会的 就是说他毕竟提出了三个代表 然后代表是广大 这个劳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 那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呢 这个还是毕竟是代表人民的 对吧 那么之后就是每一年就是每一任 每一任这个最高领导人上任 他都基本上都改了 那么三个代表 到了胡锦他就不提三个代表 我也提的是科学发展观 然后到了习近平就是 习近平现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这个一大串 但是呢 这个虽然代表也不起了 那如果照江泽民来的时候 继续做下去 比如说那个 能够 能够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执政党的话 就是一个 慢慢的淡化 这个就是也允许其他政党起来的话 那也是相当于乱着陆了 那现在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如果 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之后 那么现在在要中国乱走路就比较困难 所以现在很多灾难 就是灾难平凡 不仅仅是那个封城的原因 对吧 就是封城呢 疫情呢 那么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 还是一个政党在统治 然后这个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监督 然后他如果要往下走 就真的就把这个 所有的被统治的人民给往下拉了 那么这个就是六四 所以说虽然是33年前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当时的学生 很有去 去天安门也好 还是全中国各地也好 去抗议的去示威的 然后去进行这些争取 争取民主的这个努力 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因为这样子一开始 他是只是胡耀光去世 然后大家去纪念他 然后后来要提出达到关岛 那么到了最后就是 到了后期就是因为 因为有很多文件 就是特约是 就是李峰兄不戒严 就是本来那个赵紫阳 去见学生的时候 还是承认 承认学生是爱国的 然后赵紫阳是同情学生的 然后这个时候 李峰突然出来要戒严了 这个时候去表明是 邓小平的意思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把那个整个 矛头指向邓小平了 然后这个时候又 那个时候之后才喊出了 党大共产党这些口号 那么当然但是要民族 要自由 这个都是能够 那个时候就能喊出来 而去学生能够有这么大的胆量 能够做这些事情 其实还是挺了不起的 因为那次之后的学生 其实中国的学生 基本上没有一个石油胆量的 因为可以说是因为中国政府 人民的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管住了这个学校 所以学校基本上是 没有学生可能站出来 在了思维游行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现在学生能够 思维游行的可能就是 争取一些放假的时间 争取一些什么东西 就基本上跟那个能够达到民族自由 这么高度的这种口号 或者说意愿的都是很少的 所以呢 六四还是一个很值得 我觉得是一个当时参与的 所有的人士都是值得 值得钦佩的 而去如果中国那个时候 真是一个羞耻福 就是本来八十年代中国 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 发展还挺好的 然后有个六四一个短机 如果能够把这个政治改革的问题解决的话 中国还是现在还是不错的 但是现在 到了现在这个33年来 就是就是从从镇压这个抗议示威者 当然就失去了 那这些很多年轻人失去了生命 然后这种导致这个非常 这个整个国家民族就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命运 所以还是还是蛮可惜的 那么这个我们就就是相当于是 因为今天是六月四 所以我们就稍微提一下 然后我们也讲一讲 就是夏土中国电台今年是成立十周年 那么就是首先呢 我还是要具体一下 我们夏土中国电台是十年前 是从一个课堂作业 就是所谓课堂作业 就是在华盛顿大学的NBA的一个课程上面的一个课程作业 那么就是创业的这么课程的作业 那么后来呢就慢慢的就把电台给做起来 那做之后这个十年呢就是是有很多的风风雨雨 那么我们激起伏伏 我们就是夏土中国电台就是在十年里面做了很多事情啊 就是首先我们是坚持每一天 工作日每一天都有新闻节目 对不对 就是那么还有还有其他总共33个节目 那么这些就是还是很多 怎么说呢 就是说能够每天播这个新闻 最新的最新鲜的新闻 那么在这个夏土的华人媒体中还是只有我们一家 因为其他的比如说报纸啊之类的 那么他们可能是一周才说一次对吧 那么我们的新闻是每天都有的 那么这个后来就夏土中国电台 除了广播节目之外 还在其他方面就是进行发展 那么包括网站啊 然后APP就是然后YouTube 然后社交网络平台 那么社交网络呢 因为我们就是特别是在就是YouTube 还有Facebook推特 推特其实我们是发展的就算是比较小的 然后就是其他都是还是可以的 因为Facebook应该group跟page加起来的 不管是like的订阅的跟follow的 应该加起来有六千多对吧 人不多那么YouTube有五千多 然后我们微博有四万多 但是微博因为今年开始在禁言啊 然后蜻蜓上面我们是有蜻蜓上面有几万人的那个听众的 然后 今天上面就是有的节目像有的节目每个节目的点击都有上我 就是有五千多的 然后呢还是还是可以的 就是他今天上面每一天的就是点击率就是我们节目的点击率是 有的时候是五千四千到五千之间 所以那么我们还有app还有网站 当然还有广播节目在就是实时就是开车啊 或者家里听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就是还是有很多的 我们还是有很多听众的 然后呢在那个社交平台上呢就是主要就是Facebook跟微博 但是呢因为现在中国的言论现在收紧之后呢 就是这个收听的人数就不是不是收听 就说收紧之后呢我们可能要另外找其他的途径 就是那个特别是就是主要要要主要把精力放在那个美国的社交媒体 因为中国的就是现在的舆论环境是越来越来越差 那么我们我们这次其实表示非常的遗憾 因为其实跟我们下车中国电台一方面呢我们也只是致力于中美中美的文化交流的 所以呢这个所以在和中国的合作呢 其实是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所以做了很多努力 所以呢我们能够把一些精力就是包括跟中国的交流的节目啊 然后有些交流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能够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交流会 包括广播节啊然后那个传媒大会之类的啊 这些呢都是就全球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之类的 那么我们这种都是都是本着继续学习交流的目的去的 那么这是有些交流合作呢 我们跟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武系交通广播都有交换节目 现在都没有终止就是已经整个时间已经超过四年了 然后所以呢这个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想我们我们就是到现在呢 以前完全是没有预料到就是现在国内的就是予论环境 对我们这个海外的中文媒体会会如此的可以说是如此的恶劣 因为我们其实微博微博账号就是处于禁言的状态 然后后来开进之后又发了其实一点政治与不敏感 就是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啥也没有 就是就是讨论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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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叫论 就是就有有的人要跑路嘛 然后中国就出了红套文件就是禁止进行那个海外资产 就是不是那个资产的验资的一个一个做一个公正 那么就就这个话题也就是发表了一集评论 就是如果还不论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可以论之类的 那么这个就把我们这个整个账号都给消了就消耗了 那这个这个我们觉得是这个做法 实际上是对我们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们跟新浪还签了合作协议 就是说能够他们的财经头条就是自动采用我们的内容 那现在在有合作协议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并不是敏感话题的一个话题 那发了就就是无意见的直接消耗这种做法 我们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遗憾 因为这个我们也说你微博 毕竟是在美国上市的一个公司 然后你对对这个用户的言论控制到这个程度 对在你上市所在的国家的华文的中文的这个媒体 采取这么恶劣的态度 我们确实是非常的 只能说是非常的遗憾 所以呢我们就是 现在这个只能说这个舆论环境 对你现在以前是不过你青红皂白 只要是在美国或者是美国人也好 在美国也好 华人也好 通通通通通变成了敌人 这个我们我们是我们是想做朋友 但是你们就基本上是用的一个叠对的一个态度 对对我们 这是我觉得是这是不可以接受的事情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就把顺便提了一下这个这个事情 那么 我们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文媒体 就是也希望中国会越来越好 对不对 这是肯定的 然后包括中国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不能够谈论六四 我们我们谈论只是一个比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就是建设性的一个意见 就是那你如果如果中国能够能够能够民主化也好什么 那毕竟是能走路对着广大的老百姓是好的 对吧 那么嗯 现在其实现在现在的趋势就是是中国不管是在言论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经济方面都在走下坡路 那么能不能呃能不能就是以后能不能就是靠这个嗯 政党也好这个体制也好能靠自己来监督自己然后自己来玩上自己我觉得真的很难哦 所以那当时就是嗯 我我一直认为中国是错过了一个呃 六四个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起回到六月四号就是这个事情中国错过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就是软着陋的最好的时机 那么以后就是不能暖着陋的硬着陋你也知道如果飞机硬着陋就是摔坏了对吧 所以暖着陋那里就是相当于是降落平稳降落就就是没有问题的嗯 那我们就先进下广告广告这回来 热烈祝贺热烈祝贺热烈祝贺 西亚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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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十周年 我红的那个等落 挂上那个新房 你有旅行计划吗 请记住 Real ID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 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 那么这会影响你吗 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 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 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 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 想知道更多请到ID2023wa.com.zh了解您的选择 抗击新冠肺炎 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 第一 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 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 第二 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 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 第三 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 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 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da.ftc.gov举报 联邦贸易委员会获其王子宣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法行销 我是小元 刚刚我们也回顾了一些 中文电台的十年来的一些进展 啊那么就是我们从那个广播讲到社交平台 然后我们也那个对我们的微博就是被禁言被消耗 我表示我只能说表示抗议 那么我们以后会把主要的那个在社交网络上的那个经历就用在美国的就是或者说是国际上的一个社交平台就是减少在中国的一个就是 所以我们我们的我们办台的宗旨就是加强中美之间的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交流呢其实是我相信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这个是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所以确实是个中美关系的一个大环境是决定的那么就是我们除了做这些方面之外 除了就是广播节目啊 社交平台啊 网站啊 然后还有做了其他的线下的活动啊 那么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春晚啊 那么我们从2014年开始从春晚一直做到2022年还在做啊 那么差不多做了十届了 差不多做了十届了 那么有其中有至少有三届是在网上 两届在网上 还有一届是网上跟现场是综合的啊 那么就是今年的啊 其他的就是四五五七八九十 然后二一二二二 四五六七八九十 二一二二二 这么多是春晚啊 然后我们啊 我们早期春晚就是就是请了很多的明星啊 就是从即使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请明星了嘛 当时请的是在国际上就是等了芭蕾舞 世界八六五冠军 叫建立链啊 建立链啊 那么从江南到来的 然后一五年开始就呃 请了那些明星 那么我们一五年应该是请的是呃 成有组合是台湾来的 那么一六年请的 是是一六还是七年 呃 请的是吴吴敬贤啊 就是也是台湾的呃 心心之我心的一部电视剧的主演 然后金鹏 然后还有还有陈飞是那小提琴啊 小提琴 小提琴歌手啊 然后我们又请了曾铭 曹志威 张雨琪 那么这些是呃 应该是一八年请的啊 那么呃 呃 曾铭是东方歌舞团的 然后赵志威是江苏坤军啊 呃 然后 张雨琪是 那个一个呃 华裔的选美的冠军啊 就是国际的 那么我们又请了 一九年的时候我们请了那个 呃 就是上海平淡团团长啊 然后还有上海的一个歌手叫作业演啊 嗯 那么 我们还 20年的时候本来要请更多的是因为 疫情爆发了 所以有的演出团集团拿到了签证也没办法来 有的有的因为总统的原因没拿到签证 后来我们请国会议员帮忙写信之后 重新预约去签证的时候就疫情又爆发了 就还是没有去签到 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惜的 然后 呃 2021年的时候我们是办了就是呃 北美云春晚啊 跟呃 东部的几家媒体一起办的 呃 到2022年的时候办了中美云春晚 呃 那么这个有一半节目是在那个剧场里面演的 然后还有一半节目是国际上的那个 呃 国际上的一些呃 就是也是 包括包括包括洛杉矶和加拿大还有特别是中国有些知名的歌手啊 他们啊 把我们就是录制的一些节目那么 而不是歌手 就是一些艺术家 魔力云琳它 杨鹏刚 还有曾明 曹自威等等 他们演出过 到我们这边演出过 所以呢 这些呢 总的来说 我们这个春晚 还是深入人心的 然后呢 确实是有很多的故事 那么除了春晚之外呢 我们也办了 至少办了两届 叫中美企业家论坛 西雅图高峰会 那么这两届呢 其实都是在那个西雅图 大酒店办的 然后当时来参加高峰会的 那个国际上的 就是就是自从中国来的客人 不算太多 不算太多 就是有 就是特别是19年的时候 17年18年 18年的时候 就是从中国那里来 也来那批人啊 然后我们也带他们去 我们也带他们去那个 不应还有要么信 微软参观 然后呢 也游戏那个峰会场 就是讨论 那么组会场就是我们的台庆 那我们现在又谈到台庆 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3年的一周年 台庆晚会 那么当当时 当时因为我们成立是2012年成立的 所以2013年 在台庆的时候 是在剧场里面演 演了些节目 那么14年开始就 两周年的时候开始去餐馆 就是那去了 我们大很多都是在 China Hub 就是中国海船大酒楼 所以每一次 当时 每一次都有30多桌 所以还是蛮 还是蛮隆重的 然后呢 就是后来 有两年 因为跟高峰会一起办了之后 因为成本高了 然后可能票价也高了 或者什么东西呢 反而就是人就没有那么多 那么到了到了19年的时候 就是就是七周年的时候 19年19年七周年的时候 又回到海景之后呢 就人期又上来了 就是所以我们这排庆是一直在办 那么2000年 因为疫情 所以呢就 我们就台庆就停办 但是呢 跟那个 现在跟春晚 合在一起办了一个 叫夏拙中心的八周年 全球文艺云会 所以呢 就是春晚跟台庆合在一起 没有吃饭了 因为确实是疫情的原因 那么到 2021年的时候 我们台庆还是没办 因为还是有疫情 但是呢 疫情基本上减弱了很多 所以呢 我们就弄了一个 就是规模小的一个活动 就是 公文贵宾晚餐会 那么那时候 我们有十多人 十多人在那个 在海景大酒楼举办的 所以那个还是也算是隆重的 那么基本上把一些我们台庆的一些功能 你到了公文贵宾晚餐会上去 就是说有 嗯 怎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颁奖啊 就是然后那个聘请顾问啊 等等啊 这些仪式呢 都放到那个我们的公文贵宾晚餐会 那今年十多年呢 就是说我们 呃 现在是六月初啊 我们还是 预计要在八月下旬啊 预计办一下 那么呃 应该是下周我们要去 一定场地 然后呢 就要把那个十多年的活动要 要翻起 那十多年应该是大庆 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 呃 我们电台的呃 听众也好 朋友也好 赞助商也好 然后以前的呃 同事啊 同仁啊 家人啊 能够都能够来参加 然后呢 一起来庆祝我们 十多年 那个 那个把我们的电台 就是 呃 我相信有一句话叫 纵人师傅 啊 火焰 纵人师傅火焰糕 对吧 就是 嗯 那个把它做起来 呃 我们就呃 就像我们的 中文电台一直的那个 一个口号是叫 西加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啊 呃 我们呃 就是十多年以后 有什么打算 我们现在就是也呃 还是要呃 又可以说是 继续为大家服务啊 越做越好 就是还是还是这个愿望 那么呃 今年呢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想法 然后呢 还有很多的愿望要去做 那么我相信就是这个嗯 啊 中国这个中文电台这个 西加图中文电台这个平台呢 还是还是大家的一个朋友 能够能够制作跟出品 一些高品质的内容 我们我们是可以说是一个内容的提供商 提供者或者是内容的提供者 那么就是不仅仅是从广播 然后网站 然后就是APP 然后还有社交平台 然后现在还要更像视频 视频或者说影视方面 就是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 可以说是大有可为 而且确实是很多事情 如果做好了还是有意义的 就是说关键是品质 那就是我们现在 也是现在就分享一下 包括就是什么样的品质 就是说我们17年18年两年 办的就是那个 中美企业加拿大协服高峰会 那么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请一些高品质的讲员 来介绍就是相关的知识 或者什么分享一些经验 那么当时其实是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就是能够不管是打造这个品牌也好 或者说怎么样 就是有了很多的投入 但是呢就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就是因为虽然名字起的很大 但是来的人不是很多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是 说难听点好像是没有起来 而是沉下去的 因为每周一次我们17年的时候 首届那个中美企业 加拿大协服高峰会呢 我们是我们可以说是成功的 就是说所谓成功就是至少财务上是没有亏 没有亏的就是小有盈利 小有盈利 那么第二届就是非常的遗憾 就是我们其实是因为成本高 一个是成本比较高 另一个呢就是效果不好 就是因为参加成家者或付费的参加者少 所以呢就基本上是亏损的 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继续做下去是很难 就非常难以为继啊 所以呢我们19年就挺棒 那么这个究竟原因是是品质吗 那你现在很难说 因为我们当时请的人是级别是蛮高的 然后呢包括布鲁军司协会中国中心主任来讲中美关系 然后还有那个总统就是白宫的那个亚太事务 小亚太事务那个国务委员会的成员啊 那么这些还是级别是高的 那么到了 那但是这另一方面就成本一上去 另一方面呢就是到了今年之后呢 我们我们也想办 因为就是我们当初比如说当初 在我们影响力没有现在这么大的时候 我们也敢办 那现在现在影响更大了是不是敢办不敢办 那其实一开始我们还是蛮犹豫的 但是到最后呢就是现在我们以其他的形式就是推进了 就说那至少我们现在6月11号就办了那个 即将举办那个叫 华盛顿州AAPI小企业高峰会啊 那么呃那我呃这个这次跟以前的就中美企业交谈谈 西亚高峰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首先这一次我们我们是跟政府合作的 对不对 我们就跟标纽市政府有合作 那么我们是免费审可的场地 那这跟那个啊 以前在西尔镇大九天用用的场地呢就是比如说消费要两万 或者两万五三万以上 有可能三万以上才能够用它会议室之类的 那会议室另外还收费 那这个这个就是特别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那么这个是就是我们的讲员就是呃 层次就是我们以前是请的嗯 那个比如说布鲁建斯学会中国专心主主任 那么听起来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布鲁建斯学会是什么 那虽然说我们我们也是就是我们自己呃 请他也是也是要付费的对吧 然后呢 现在我们请的呃 呃我们现在请的嘉宾就是有白宫 白宫的那个就是呃 AANHPI创造办公室 那么呃 副主任地区呃 或者这个创造办公室地区的那个主席啊 那么你这些就是还有那个美国小企业局 管理局的那个呃 局长 就是第十分局的局长呃 当然还有西亚图市长 还有那个我们华盛顿州的国会议员呃 呃就是华盛顿州的那个议长啊 那么呃呃 呃这些呃还有市长协盗市长 协盛顿州市长 比尔维夫市长 那还有还有还有前市长 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家 那这些就是呃 层次确实很高了 然后呢我们请的那个讲员其他的就是分组的讨论的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以前的以前分组讨论 虽然说也可以 但是我们这次就是集中的优秀的就是创业者啊 他们来呃就是做给给大家做演讲 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呃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有这么高品质的就是呃就是啊 不管是嘉宾主角嘉宾还是分组讨论嘉宾 那么就是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一个 以后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呃不管是 不管是就是呃你做的提供的呃内容啊服务的品质要提高 另一方面就是品质确实提高 另一方面呢就是呃加强各方面的合作 这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那不仅仅是就是呃自己掏钱 我不想跟任何人合作这个是我觉得是呃不可能的呃 呃你如果我们如果要呃进步的就是能够进步的发展越走越好的话 我们只能加强跟社会各方面的合作就包括包括政府 包括包括企业然后包括呃包括那个呃各各各各籍的人士啊 那么所以呢这个呃这个也是我们的呃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以后就说包括我们有一些想法比如说要做那个呃要做一些 口述历史的记录啊有视频的方式的话呢 这些呢我们都会呃就是尽快的开展一些相关的工作 那么嗯因为西亚洲中文电台呢我们一直是呃一直是看好就是能够 虽然说在这个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就是嗯非常困难的一个时候 那么我们作为呃从从我们的宗旨是比如说呃做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 那么我们桥梁两端如果一端把我们这个桥给切断了我们的桥梁就办不了 那么就是我们只好就是这些调整至少是为在美国的华人服务 对不对那么在美国的华人就是呃服务还是有还是有很你是大有可谓的 因为呃美国这个地方好的地方呢虽然说虽然说比如说就是呃美国官方已经把中国做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 但是在美国的华人还是也是一个多种族的或者说他的一个呃成员之一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呃呃呃呃在美国的华人也是比如说美国人对不对 那么这也是从不管是政府方面还是民间方面的还是呃呃呃 那一点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呢嗯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呃呃美国的优势所在啊 就是嗯我们在在美国能够保留我们呃呃就是中国中国的文化能够能够呃呃在我们为我们这个种族为我们这个族 呃呃呃保留保留保留好发展而繁荣我们的文化那我觉得这个呃呃首先就是呃呃在于美国的伟大那在有这么一个大大环境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那么呃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充满了充满了信心 那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呃呃呃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放弃中国那一边但是呢只有呃呃呃我们还是在尽我们的努力在在做这个文化交流的工作 但是如果中国就是不管是什么社交平台 都要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的媒体 对美国的华人或者恶言相向 或者说采取消耗三帖 或者什么东西这种办法的话 我们就是只能说是非常遗憾 然后我们就是说 以后如果不管是中国的政府 就是如果内部能够有所改善 能够放宽这种所谓禁言的这种做法 就是禁言封号这种做法 就是那我们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 就是重新改善 就是这方面的就是关系 然后能够重新开展 就是双方的合资跟交流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台湾新乡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和关心 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不管是线上的节目 还是线下的活动 那谢谢各位 祝大家晚安 谢谢 gäller 谢谢 鸡肉骨骼伤痛 车祸工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